因為港股在資源節目的時間經常都強調 你看過大市落落都在大概是28,500至29,500的區間上落 但在前天的時間跌破了這個區間之後 其實大市的走勢真的要轉差了 所以短期內假設真的上不去大概是28,500的水平 其實後市的情況都不是太樂觀 所以短期留意這個情況 但是五月份 我仍然在談論 始終大市本身沒有特別的利好的消息 當然 美股那邊很厲害 美股不斷創新高 但是你看到美股創新高之外 科技股的走勢其實是差的 納指其實在三大指數裡面來計 年初至今的升幅其實是最少的 港股也是 因為港股其實有點尷尬 你看到現在權重股那些 很多都是科技股來的 所以如果你科技股不行的時間 其實你的行指 要升的話 也有些難度 反而反過來 現在大市出現的狀況就是 炒股不炒市 你看到各地的板塊 可能資源股那些 航運股那邊 真的很厲害 完全跟市是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現在看到投資者的資金也是 就是馬邊 可能現在可以炒一些比較強勢的股份 所以純粹說 行指走勢的話 我自己看法 還是比較是審神一點的